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呢叫闸门的组成及分类 首先我们要去看闸门它单独是一个门吗 看闸门的组成 闸门呢是水工建筑物 它这个孔口上用来调节流量控制上下游水位的活动结构上下 对不对啊 有咱们这个封闭开开启的这个门叶和预埋在闸堆底板内的埋件组成 也就是说你这个门啊要顺利的走起来 而且呢要要满足它的一个活泛性 我们这个门上是不是安个轮更好一些呀 啊我们的埋件呢 比如说咱们这个轮啊啊 主轮啊主轨啊 对不对 还有咱们这个吊点啊啊 吊点啊等等 还有咱们的吊点呢 都是属于和闸门相关的一些构成件啊 这个呢咱们要注意啊 想象我们的闸门 好 那么知道闸门啊 就是由咱们的门页和预埋件组成 对吧 以后和咱们埋件组成 这个我们知道一下作为常识来走 那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第二块关于闸门分类 我们知道我们的闸门呢 按照两种情况进行分类 第一个呢 按照它的作用分类 一定要啊 提到分类就我们考到选择题了 是不是 那么按照作用分类是什么呀 工作闸门 事故闸门 检修闸门 这几个呀 前三个非常好理解 工作的闸门 事故的闸门 检修时候的闸 对吧 你看后面 后面还有一个漏顶闸门和咱们的前控闸门 那么什么叫漏顶闸门和前控闸门呢 它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有的情况下呀 它那个水面相对于我们的闸门呢 它是水面在上 闸门在下 这个呢 就属于前控 一个是闸门在上 水面在下呢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漏顶 还是和工作息息相关的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 关于作用进行区分的 和工作作用进行区分的 对吧 好 我们看完作用来去看 按结构形式 正所谓结构形式 就是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咱们平面的 对吧 还有什么呀 弧形的啊 人字的 一字的 还有圆筒的 环形的 以及浮相的 这些呢 就是形状 结构 形式 进行一个区分 那我们考试中呢 就像这两个 进行一个结合 让大家去选出相应题目之中 让你选出的答案的归类 好 这个呢 就比较简单的 讲完咱们闸门的分类 那么除了让大家设计到的 咱们的分类和组成以外 我们还需要大家去注意到 下边的点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 去掌握这个质点呢 我们先做一道简单的题 啊 说下列咱们中 不属于 不属于按照结构形式 分类的是谁 属于谁呢 一 一 是不是啊 前孔咱们 像什么 平面的呀 人字的呀 弧形的呀 这些 均属于看结构形式的 那我们的前孔 以及咱们所说的漏顶 它均属于按照作用 进行分类的 对吧 哎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分类题 好 没有错的 哎 谁够想的三呢 选三呢 啊 三什么呀 人字的 人字是不是人字啊 是不是 这个要注意啊 好 我们一起往下继续看第二块 第二块呢 就是闸门的安装 对于闸门的安装呢 我们以这道题 以18年这道案例题 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题目之中 到底如何去出道相关的 关于闸门的知识 那么这道题呢 是在咱们18年考试之中 南岛一大片人的题目 好 我们一起简单去分析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出来的是某大二型 他的枢纽工程 有这些组成 共这个截至闸呢 啊 有共两孔 对不对 采取的是平面直升的 这个钢闸门 还能近宽呢 近宽呢 为15米啊 那近高呢 12米 这个闸门的结构图呢 是这个图 咱们的结构图 是这个图 这两个图啊 那么这两个图以后 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呀 我们继续往下看呢 就是咱们这个水利枢纽单 呃 这个施工工程啊 承担了他相应的一些任务 那么咱们呢 采用的是流槽后二胶 二期混凝土的胶注方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预埋件 所以要他进行二次混凝土的胶注 咱们安安装完毕后呢 他及时进行了检查 验收和质量平定工作 那后边呢 就提醒大家 我们预埋件门槽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什么呢 二期混凝土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问题 看第一个问题 分别写出图一中代表主轨 橡胶纸水和主轮的一个数字的序号 那么看什么呀 看石图 让你看哪些是哪个是主轨 哪个是主轮 还有哪个是橡胶纸水 我们再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啊 我们简单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闸门 是我们的闸门要根据咱们的起闭机提升 就是上下上下 对吧 那如果呀 你没有轨道的话啊 说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轮来来启动 咱们这个这个闸门的上下 他他呢 你上下的时候去磨损咱们这个门槽 对吧 磨损门槽 而且呢 我们结合又不紧密 所以呢 按照了一个主轮 让他自由进行一个工作 再有呢 我们这个主轮啊 他需要进行一个轨道 对不对 就是咱们对应的是主轨啊 这个呢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是主轮 什么是主轨 好 那么我们知道主轮和主轨了 那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呢 我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八个都要说出来 那么一起来看 一 一是什么呀 一是什么呀 一是我们的什么呀 他是跟闸门息息相关弄到一起的 所以一叫的什么 有人认识吗 一叫什么 跟闸门一起提上提下 所以一叫什么 啊 跟闸门 跟闸门一起走的 叫什么 哎 主轮嘛 刚才说了 我们的闸门啊 自己升降也是可以的 为了让他更好的 有效的去升降 我们按一个轮子 对不对 你看 这不是什么 和我们的闸门相关 所以我们的一叫什么 一叫咱们所说的主轮 对不对 我们来去看二 那么二是什么呀 二是什么呀 二啊 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凉 是不是 而且呢 它是一边上的 所以我们的二叫什么 二是凉嘛 对不对 所以边上的 就叫咱们所说的边凉 边凉 对吧 边凉 来看三 那三是什么呀 三也是一个凉啊 那么三这个叫什么凉 三这个叫什么凉 哎 怎么叫什么呀 叫主凉 对吧 你看 咱们的跟闸门相关的 它在中间呢 我们是主凉 来看四 四是什么呀 谁说是扎堆的 可不是扎堆啊 扎堆是两端的 我们是和闸门息相关的 我们是闸门的结构如土啊 闸门 好 那么四是什么呀 四是这个纵向的 我们有凉啊 我们这个叫什么呀 叫纵向的连接系 让它更加稳定的 对不对 哎 我们叫纵向的连接系 对吧 这是咱们的四 那么来看五 五是什么呀 五在这里啊 五是这个五 五在哪呀 五在这儿 是和我们的鬼呀 和轮呀 放在一起的 它要 它要进行什么呀 要水 所以我们的五啊 而且呢 它画的是这样的 叫什么 五叫什么 五叫什么 五叫的是 跟缝里边填的啊 我们应该是 跟水相关 所以我们应该 五叫什么 纸水嘛 对吧 哎 纸水 而且呢 这个是柔性的 橡胶纸水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六 六是什么呀 在这儿呢 一个点 两个点 我们提我们的闸门 我们提我们的闸门 所以这个提闸门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吊环 吊环 啊 吊环也可以叫做咱们所说的吊点 对 我们来去看我们的七 七和八 它就是和我们的轮相关的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轮是在轨道上进行走的 我们的轮是在轨道上走的 那么我们这个呢 是主轮和主轮在轨道上走的 这个叫什么 主轮应该在主轨道上走呢 还是在反轨道上走呢 哎 主轮 轮 那它应该是在主轨上走 所以我们的八是主轨啊 主轨 这个要注意啊 我的轨写错了吧 这样写啊 一定要去注意啊 咱们学员一定要去注意这个轨啊 这个轨的写法 好 那么我们的七和我们的主轨对着的那一块 对着的就叫咱们所说的反轨 对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那刚才我在这写这个轨的时候 为什么要好好的去写它一下呢 就是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实图的时候一定不要给我写错别字 写了错别字 那么这一分你就错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给出大家关于实实图题 那有趣话说这道题呀难到了一大篇人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从中去拿到相应的分支啊 第一道题难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题都不难 那么18年如果你没有过 就说明啊 你被这个拦路虎真的给打败了 跟你说啊 在考试之中第一道题难了 后面的题都会补上你相应得到分数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往下做 难题不怕 怕就是他难了你的拦住了你的思绪 那么你会的题也不会了 啊 这个呢 也是提醒大家的一个点 这个呢 提醒大家的点啊 那么关于实图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哎 我们来去看一下 第一问就是分别写出图一代表主轨 香料支水和主轮的数字 对吧 啊 我们给出来的八代表主轨 五代表支水 一代表的是咱们的主轮 是吧 来看第二个 说结合背景资料啊 说明这个门槽的二期混凝土 刚才咱们跟大家说了 我们的预卖件呢 采用的二期混凝土 对吧 那么二期混凝土应采用什么样性能的混凝土呢 还记得吗 我们上几课跟大家结束的时候强调了啊 那么二期混凝土 我们采用的是什么 采用的是什么啊 我们叫是预缩 对不对啊 预缩的细时的 对吧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预缩补偿啊 补偿收缩 是不是 预缩补偿收缩细时混凝土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它的特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说指出门槽二期混凝土在入仓和胶注时的注意事项 那么这第一个题呢 我不会 没有关系 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现在会了就OK了 那么以便他去应对咱们相应的19年的一个单选题 或者是多选题 对吧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呢 说指出啊 这个门槽二期混凝土在入仓以及正导时候的注意事项 那么这道题呢 其实呢 无论是入仓还是正导 这个呢 你没有学过 但是你是可以去达到相应的分数的 入仓是什么呀 我交住仓的时候啊 那么我从门槽直接交出去 我们为了如果太高的时候 我们应该分段 对不对 不能形成过大的高差呀 这就是过大的高度 是吧 好 那正导的时候 二期混凝土 我把预买件埋上了 所以你正导的时候 应该细心的去正导 以防呢 他去触碰已经买好的件 买件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他的注意事项 我们是可以拿到相应的一分两分的 是吧 不是一分拿不到吧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说根据水闸施工规范呢 规定这个闸门安装完毕后啊 这个水闸蓄水前应该做什么样的起立实验 水闸在蓄水前应该做什么样的起立实验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咱们超纲的题 但是呢 其实呢 是在二件上会有明确的一个描述啊 我们二件18年是在我们的相关的法规上啊 相关的强制性标准上 那么现在的二件呢 是把这一块的内容提到我们的技术部分 所以让咱们学校注意的啊 那么我们的超纲题 这三问 好 那这三问 比如说是15分啊 那么15分 那么我们可以拿到个两三分就OK了 没问题 第一问第一问 拿到个两三分 后边最后一位我拿到个五分 那么第一道题拿到个七分也是可以的 那么后面我们找回来就OK了 好 那么来去看这个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超纲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水闸蓄水前应该做什么的起立实验呢 你肯定是无水情况下要做开启 开启的实验 对不对 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去分类了 如果是工作闸门呢 我们在冻水情况下要做砸的起立 如果是事故闸门呢 我们在冻水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呢 事故闸门一定要注意它的措辞 我们做的是关闭 因为你发生事故了 我肯定是关闭这个闸啊 好 所以咱们一定要去注意的 它的这个超纲题啊 那么既然是超纲 那么我们就以这道题 把相关的知识给大家补上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啊 知道第一问 来看第二问 我们用的是补偿收缩细时混凝土 对吧 那么入仓的时候呢 较高 我们不应该从高处下料 可以分段安装和胶柱 那如果是震倒呢 我们应该是细心震倒 不要震动 以装好的金属构架 对吧 那这一问呢 是第二问 来看第三问 说闸门安装合格以后呢 我们应该什么呢 在无水的情况下 做全形成的起立实验 那么有条件时呢 这个闸门应该是工作闸门 做的是冻水的起立 对吧 那么如果是事故闸门 做的是冻水的关闭实验 禁令他的一个措辞 啊 这个呢 就是帮大家 以这道案例题补充了 和我们闸门相关的依靠点 好 这就是咱们给出来的 关于闸门安装的相关的实践 好 那么通过这道题 希望咱们协严 如果遇到以后的真的难题 抄杠的题 一定要把相似的知识 进行作答 就OK了 拿不到相对分事 我们从后面 仍然是平缠心对待 那么我们可从后面 找回它的分支 就OK 好吧 那这就是咱们关于 闸门的相关知识 那么继续往下看 就是我们第一个闸门的 这个物体 叫什么 叫咱们起壁机 啊 也就是我们下边 设计到的起壁机 与机电设备的安装方法 那我们的重点呢 是考察大家 关于起壁机的这个分类 那我们这个起壁机的分类呢 主要分为了 卷固定卷阳式 液压起壁机 螺杆式起壁机 转盘式 以及移动式起壁机 包括门式的呀 桥式的呀 和台式式的起壁机 对吧 那大家重点去掌握的 是咱们所说的前三个 那么前三个 它怎么去考呢 它以单选题考 那么单选题呢 就是考你字母的含义 也就是字母代表的这个起壁机 是什么 好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 QP 啊 重点去掌握的是QP Q是起起 对不对 那么P是什么呀 平眼闸门 所以这个是固定卷阳式 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固定卷阳式 第一个啊 这个就是卷阳起壁机 这个卷阳起壁机呢 它就是这有电机 它是一个自动关闭的 自动关闭的一个起壁机啊 根据它的一个卷阳啊 根据它的一个电机呀 它的一个应用呢 我们是自动关闭的一个起壁机 这就是咱们的卷阳式 对吧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往下看呢 我们是QL 那么Q一样 那么L是什么呀 L就是乐物罗 所以呢 我们给出来的这个是罗杆式起壁机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在实物图里边啊 实物图的双罗杆啊 调点 它们的调点呢 是有两个的 我们有两个调点呢 代表是两个调点啊 这就是双罗杆 它是通过罗杆的上下移动 平衡啊 我们是通过这个罗杆的上下移动 带动相应的我们闸门的关起壁啊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罗杆起壁机 好 对面的情况L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呢 就是QPPY 那么它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在这个Y这 Q是什么呀 起壁机啊 那P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平面闸门 那么在乎下面这个P呢 就是普通啊 破无谱嘛 破硬平 破无谱 那么下面这个Y就是咱们所说的液压啊 液压 那么这张图呢 就是液压起壁机 它通过它的呃 一个液体的一个变化 带动咱们相应的啊 相应的这个罗 罗兹而罗姆 它的一个伸缩 那么也去呃 掌控咱们相应的起壁机的一个开启 关闭啊 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液压式起壁机啊 它的一一对应情况 以及长什么样子 帮大家简单去介绍了一下啊 我们重点去掌握的 就是我们QP代表什么 QPPY代表什么 QL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大家要重点去掌握的 那么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 那么知道我们的单选题 主要集中在那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和起壁机相关的 还有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什么标准呢 就是这个起壁机啊 按照起壁力分档表 什么呀 我们的起壁机呢 分为了小中大 还有一个特大 针对于不同的起壁机呢 它分的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咱们说的是固定卷阳 和咱们叶叶叶 还有移动式呢 它分为了四大类 四大类是小中大特大 那对于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 比较常见的罗杆式的呢 我们是分为了大中小 它的一个起壁力 那么它的起壁力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是牵牛 对吧 让大家重点去掌握的呢 就是中型 那么中型看和谁有关系 看一下这个中型和谁有关系 中型和谁有关系啊 无论是这个罗杆 这个罗杆的中型 还是咱们液压式的中型 它都和谁有关系呢 都和咱们的250有关系 对不对 不管是250还是500 只要在中间 它就属于罗杆式 不管是250 这个呢是250 这个呢上边呢是1000 更为一个限制 它就属于我们的什么呀 液压式 也就是250的时候啊 无论是哪种形状 它都属于咱们的中型 500的时候 无论是哪个 它都属于咱们的中型 对吧 在这呢 就是一个500到1000的一个限制 就OK了 那么所以呢 咱们就让大家重点掌握的 就是这个中型 250 对吧 好 那么和250相关的这个数字 那么前天呢 咱们还讲了一个和250相关的一个点 还记得是谁吗 哎呀 这么棒啊 真是太了解我了啊 还讲过一个和250相关的是谁 是谁啊 不管是200还是50 只要在中间 就是咱们所说的中型混凝土的 混凝土的半核站 半核系统 混凝土的半核系统 不管是200还是50 我们以 只要在他们中间 我们都是说到的是中型 对不对啊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的点 对 这个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小点啊 这个和我们两个息息相关啊 我们就这个的时候 想起来我们后边 起立力 它的一个分类就OK了 中型 息息相关 对吧 好 那么简单去看一下这道单选题啊 说型号为QL2乘以80D的起立机 属于的是什么起立机 这就是咱们在选择题里边 最依靠起立机分类的点 嘿 选二人啊 是故意的吗 你谁 节流 什么呀 什么呀 QL 什么呀 乐物我罗呀 乐物我罗 不就是罗杆吗 是吧 液压式 是什么呀 QPPY 卷阳式 是QP 对吧 移动式 这儿没有给出具体的一个代码 那么重点掌握的是前三个代码 哎 这个要注意 那么除了掌握这个呀 咱们简单 跟大家去说一下 2代表什么 还记得吗 2 我说单的呀 还是双的呀 对不对 所以2代表的是它的掉点 罗杆的掉点 对不对 是两边都有呢 还是有一边呢 哎 那么80呢 代表的是它的起立力 D呢 就是电动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掌握的这个小点呢 因为是咱们一键 所以对咱们一键的学员呢 我们再次提 去提一个更高的要求 是QL二乘以80D的话 我们每一个都要知道 它代表的是什么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 关于水闸的相关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也就是结束了 咱们上几课 给大家去一流的 关于闸门和起闭机的相关内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往下看呢 我们就开启了 关于邦站水电站的相关知识啊 以及咱们这节课呢 还要给大家开启 另一大块的内容 也就是安全技术一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关于这两块内容 它的考点主要有哪些 我们来去看 本节课的主要考点 有123块 那么对于第一块 邦站及水电站的组成啊 邦站及水电站的组成呢 我们以前呢 一直在跟大家说啊 说这种情况下呀 我们都不会去考到大家 但是呢 我在这儿再次强调一下 关于他们的组成 我们是可以涉及其中的一个考点的 尤其是组成 比如说由谁谁谁组成 那我们就可以去排序一下 谁在谁前面 对吧 也就是我们程序的啊 也就是程序呀 或者是工序的一个排序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是跟大家去加入了 关于组成的相关的考点 选择案例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关于水轮机和水泵的分类 水轮机和水泵的分类的话 我们一般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所以呢 要去注意的 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归类 就OK 好 那么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咱们安装的 另外的一大块内容啊 那么继续往下看呢 就是开启了关于安全技术 安全技术这块内容呢 其实它设计的点是非常细的 而且每一个细小的点呢 都会出现相应的题目 所以呢 简单跟大家去总结一下 比如说咱们的消防啊 季节施工 施工用电 即咱们考试频次 相对比较高的高处作业 其中涉及到的考点呢 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这节课呢 主要把重点给大家挑出来 一起分享一下 以及其中的小陷阱在哪里 好 我们知道我们的考点呢 就主要进入到这三块 那我们就一一来去看一下 每个考点主要涉及的内容什么 那么就开启了我们的第二节 就是关于泵站和水电站的相关内容 我们主要从这四大块入手 第一个呢 我们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关于泵站的组成及布置 第二个呢 介绍一下水电站 第三个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水轮机啊 与咱们的水泵机组的一个选型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设计到的 就是水轮发电机 它的一个安装方法 对于这个安装方法呢 就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知道先后顺序就OK 好 那么针对这些方面呢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泵站啊 泵站的组成及咱们的布置 首先呢 我们这泵站 你最最常见的 就是一个灌溉的泵站啊 灌溉的泵站是什么呀 我这个水通过相应的建筑物 进到咱们这个泵站里边 经过一些处理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一些的水空建筑物 然后输到咱们的淫水区 淫水区呢 就将水输送到了我们用的地方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灌溉泵站 最常见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第一个 泵站的工程的基本组成 要包括什么 泵站呢 是由咱们的泵房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泵房 还有咱们所说的 进出水建筑物 进水出水嘛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相应的图 这就是咱们的泵房 进水出水的建筑物 好 那么它的考点呢 会涉及到后面 也就是哪些属于进水建筑物 哪些属于出水建筑物 千万不要小小去看这一小块的内容 它会出到相应的题目 你看我们进水建筑物 进水建筑物呢 有前池 有咱们的进水池 好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啊 这个前池和进水池 它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前池是干什么呀 它是连接 挺好啊 连接咱们这个饮水池和进水池的 啊 那这是咱们的进水池 那它前面呢 它的前面呢 会有咱们的前池 前池的前面 才是咱们的饮水池的 啊 这个呢 要注意它的前池的作用 是连接饮水池和咱们的进水池的 所以在这儿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顺序 让你抬去啊 我们就给出大家的是饮水池 先有饮水池啊 然后再有一个连接物 就是咱们所说的前池 那前池完了以后 它下来的才是咱们给出来的 直接吸的吸水的啊 直接吸水的进水池 对吧 好 这个呢 就是给出大家进水建筑物 还会设到一个沉沙的 冲沙的 对吧 啊 那么我们的重点呢 是涉及到这三个的一个排序 这三个的一个排序 没问题吧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来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出水建筑物 那么出水建筑物 我给出来了重要的三块啊 是出水池 压力水箱和出水管道 那么它的顺序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首先你要知道这些属于出水建筑物 它是什么样的呀 我们首先啊连接泵房的 我们泵房 泵房完了是谁呀 注意啊 泵房完了是咱们的出水管道 我们是出水管啊 出水管出水管路 出水管路完了以后 出水管路完了以后 那么有压力水箱的呢 我们就放压力水箱 没有压力水箱的呢 我们才放到的是出水池 那么出水池完了以后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灌溉的干渠 这个呢 一定要去注意我们重要的出水建筑物 这四个的一个步骤啊 跟泵房 泵房联系的这个呢 我们的进水池不联系泵房吗 哎 泵房就连接到出水管道 出水管道呢 就连接出水池 出水池连接咱们的干渠 啊 一定要去注意的 它的一个相互顺序啊 帮大家从这个图上简单去看一下 从它的作用上 我们能去归到它的一个先后顺序 没问题吧 没问题就继续了啊 一二三 没问题 好 继续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 泵站枢纽的布置啊 那么我们知道 泵站的组成有这三大部分 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一起看一下 泵站的枢纽布置 泵站的枢纽布置啊 它就是要综合相关的要求去选择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枢纽的主要是依据什么来去考虑的呢 我们要去看 泵站所承担的任务 你是灌溉呀 还是排涝啊 对吧 哎 我们要依据的是泵站所承担的任务来去考虑 这个要大家去注意的点 小细节点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关于泵站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么泵站涉及到的点呢 相对于比较少 对吧 相对于比较少 前面给大家说到的点 好 那么看完泵站 那么来去看我们的水电站 啊 来去看我们的水电站 水电站是干什么的 水电站是干什么的 来 这么多人 来给我回答一下 学水力的 什么叫水电站吗 刚才说 泵站呢 我们是把水引到里边 我们去灌溉的 灌溉泵站 那么水电站是什么呀 发电的 对吧 啊 我们是将水引到水轮机里边 水轮机去驱动 咱们的发电机进行发电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水电站 对吧 好 那么知道这样的水电站 那么就一起来去看一下 关于水电站 它的啊 它的一个布置形式都有哪些 首先呢 我们的水电站呢 有三大布置形式 第一大呢 叫坝式水电站 第二大呢 叫河床式水电站 第三大呢 叫沿水式水电站 好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的水电站的布置形式 在教材里边 我们主要讲这三种形式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三种形式 它都设计的点在哪里 首先咱们来去看坝式的 坝式的是什么意思呀 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坝 对不对 那么坝式的呀 就是这个水电站呢 是在坝的后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坝后式的 坝后式的 我们的三峡 就是采用的坝后式的水电站 是不是啊 它是怎么办呀 它是通过咱们这个坝 啊 通过咱们这个坝 把水位提高 那么它的 它的能量就提高了吧 啊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咱们这个厂房呢 在这个水电站呢 将我们相应的水 水的能量啊 就经过一些处理 我们进行发电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咱们坝式的 坝后式的水电站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给出大家的相应的一个彩图啊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流段 生传机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坝后式厂房 通过的是我们蓝河坝 蓝河水坝啊 它的一个 将我们的水位进行一个提高 提供它的能量 这个要注意 那么既然这样的是坝后式的 我们的三峡 主要采用的 对吧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坝后式的 它主要是建到哪呢 它是一般 是用于河道的中上游的高山峡谷里边 对不对 我们建坝嘛 建坝里边 你说一个大宽的 你说比如说啊 大平原 我需要给它建坝容易啊 还是说山区 我建坝容易啊 当然是山区了 对吧 这个大家注意 所以是高山峡谷中 一般为中高水头的水电站 对吧 我们常见的呢 就是坝后式的 我们发电厂房呢 位于这个挡水坝的下游 靠近坝指出的水电站 成为咱们的坝后式水电站 通过的是坝的佣水啊 提供相应的提高 相应的水的势能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坝后式水电站 我们一定要从它的字面意思 进行一个区分 那么我们的大三峡 就是用到了这个 对吧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叫合床式的 合床式的是什么呀 也就是啊 我这个厂房啊 我这个厂房啊 和咱们这个 一红霸 一红霸呀 和咱们的霸呀 在一起 同样作为挡水建筑物 都要进行挡水的 那么挡水 你肯定那个水冲到你这个 冲到你这个厂房里边 那么你这个厂房 它都有势能了吧 有效能量了吧 那么水轮机在带动咱们的发电机 进行发电 就OK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合床式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图更为明显一下 这个是厂房 这个是咱们所在一流霸 这个呢 蓝河段 对吧 哎 这个呢 就是咱们说合床式水电站 那么这个合床式的水电站 那我们常见的就是咱们葛舟坝啊 葛舟坝它的水电站呢 我们用的是河床式的水电站啊 这个得要注意一下啊 葛舟坝就用的这种 对于这样子的采用的是挡水的 它作为了一个挡水的啊 部位了 所以呀 它一般是为低水头或者是大流量的水电站 我们才用呢 我们建立到是河流的中下游 对吧 因为是挡水嘛 水直接过来能量就大了嘛 所以是大流量的 如果我们这个泵站 它是有一定的高度限制的吧 我们用到的是低水头大流量的水电站 这个呢 也要注意 从它的定义中入手 你才能知道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好 这是咱们说到的第二个 来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 盐水式的 这个盐水式的是就通过咱们这个陡坡 提高它的相当的势能的 是不是 把水进行引下 所以呀 咱们这个盐水式的 它常见到什么流量比较小 或者是河道纵和比较大的河流的中上游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一般是在这个四川 四川梁山 它有一个水电站 是采用的这种水电站 我不知道咱们学员有没有 知道的 四川梁山的一个水电站 它就采用的这种盐水式水电站 来进行发电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这个呢 就给出大家 关于我们这三大水电站 它是什么 以及适用的条件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完分类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的组成都涉及到哪些 对于我们水电站枢纽建筑物的组成呢 它涉及到呢 是比较多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主要建筑物呢 包括咱们什么 挡水的呀 泄水的呀 水电站的进水的呀 啊 还有水电站 饮水 即维水建筑物 还有咱们这个水电站的 萍水建筑物啊 这个萍水建筑物 值得要注意一下 咱们调压室 对吧 好 再有就是咱们进行发电了 配电的建筑物了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西安江啊 到水电站 我们简单过一下就OK 那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示意图啊 我们有进水口 有压碎洞 压力管道 进行一个饮水的 对不对 压力管道 我们还有厂房 咱们最后呢 还有这个围水渠啊 这些呢 就组成了咱们整个关于水电站枢纽建筑物的一个组成啊 我们对于水电站相对于咱们前面讲的泵站的话 泵站站到它的位置比它会多一些啊 比它的位置更重要一些 因为这些呢 我们了解就OK了 因为它涉及到的比较多呀 啊 就是挡水 泻水 还有进水的 出水的 平水的 发电的 等等厂房的一些枢纽工程 对吧 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关于水电站 我们大概去了解一下 作为理解的部分进行就OK了 好 那么讲完水电站 来我们重点去掌握它的分类 那么就根据分类来做到提议 看看啊 我并没有讲它的定义 你是否可以答出来呢 啊 说利用蓝河坝使这个河道的水位拥高 以及中水头的水电站 称为什么 属于什么呀 属于的 没有错的啊 属于霸式的 对不对 哎 这个呢 就咱们 咱们还有饮水式的 河床式的 那么没有给大家去设计什么有调节式的 对吧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啊 就是咱们所说的A选项 霸式的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没有啊 我们全部都答对了啊 我们从定义上 从那个示意图里边去找出它相应的水电站的名称 对吧 好 那么关于我们水电站就跟大家啊 泵站和水电站呢 就说这么多 那么一起往下继续看 这个23 23呢 那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水轮机组和水泵机组的选性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水轮机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从字面意思上知道啊 水刚才说了啊 水电站是什么呀 发电的 那么水轮机是什么 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 这个水呀 水呀 达到这个地方里边通过这个水轮机的旋转 把水能转转化为机械能的一个旋转 带动咱们这个发电机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水轮机 它是将咱们水的一个性能转化为旋转的机械能 也就是通过水的 水的一个作用 带动咱们这个水轮机的旋转 水轮机的旋转带动咱们这个发电机 对吧 水轮机是在咱们水电站里边的 还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啊 一个通词一个点 必须要知道一个常识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首先来去看水轮机的分类 那么对于水轮机的分类呢 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考点呢 就会集中到选择题 对吧 好 那么一起来去看一下 那水轮机呢 我们分为了两大类型 一个是反机式的 一个是冲击式的 所以什么叫反机式的呢 也就是说呀 我这个水给这个轮 给这个水轮机一个反的作用率 我运输呢 我运输你运输你这个水 然后你转着转着 给我一个反作用力 把你的水能转化为我们的旋转机械能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反机式 什么是冲击式啊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喷射的方式 去带动咱们这个水轮机的转动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冲击 对吧 喷嘴射流的方式 对吧 哎 我们知道它什么叫反机 什么叫冲击式 那么就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反机式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分为的是几个呢 分为了四个 叫混流式 轴流式 斜流式 和灌流式 好 那么就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四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叫混流式 什么叫咱们的灌流式等等 这四个我们一起来看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啊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呃 四个 那第一个呢 就是给出来的是混流式 混流是什么呀 那我镜像啊 我镜像就是沿着这个圆的镜像流入 我四轴线流出 那这不是有圆的 是跟镜像吗 还有轴像吗 所以呢 镜像和轴像就组成了咱们这个混流式 对不对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这个呢 就咱们所说的轴流式 它就是沿着轴啊 几乎不变的一个形状 叫轴流式 那么我再往下看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斜 斜流式 那这个斜流式呢 就是和咱们这个轴呢 取一个角度 对吧 那么最后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灌流式 那么这个灌流式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卧室的 乘一个直筒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就是灌流式 那么对于我们的混流式和灌流式 我们是知道的 那我们一起再去通过示意图 去区分一下我们的轴流式 和咱们的斜流式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轴流式啊 我们的轴 它是通沿着咱们的轴的一个流向的 不进行变化 对吧 这就是轴流式 那我们下边那个就是斜 斜流式 我们的去一个的角度啊 我们乘一个角度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斜流式啊 和我们的轴的方向 乘一个角度 对不对 好 我们简单去定义上去区分一下 就OK了 我们正点是掌握它的名称啊 关于它的实用条件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OK 这个呢 也要注意的啊 那么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反击式水轮机 它的四大类型是什么 好 那么看完反击 我们一起来去看冲击 那么冲击涉及到的有三个 一个叫水斗 一个叫斜机 一个叫双机 好 我们一起简单去看一下我们的冲击式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水斗式 对不对 我们水斗式沿着它的切线往下走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给出大家的是咱们的斜机式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给出来的是双机式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事物图长这个样子了 那么通过事业图 我们再去从它的定义上进行一个入手啊 这个呢 就是沿着它的一个镜向走的喷水吗 这个就是咱们的喷管 是不是 喷出来以后 它沿着这个水斗进行走的镜向的一个流入啊 这不是吗 这个呢 就是沿着水斗方向 喷出来以后沿着水斗方向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水斗式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给出大家的 这就是什么呀 是咱们的斜机式啊 这儿成为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 这个图呢 就是它的双机式啊 我们这边呢 进来水以后啊 先冲了 冲 冲到它这个啊 冲到对它一个冲击力 那么在进行旋转的时候 这边呢 又有一个冲击力 所以它这个呢 叫做咱们的双机式 两次冲撞 两次给它力 对吧 好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施仪图和实物图啊 我们均去了解了我们这些名称 跟大家说 我们的重点去掌握的什么呀 它的名称 它的分类 去应对相应的考题 那么我们必须要分清 哪些是反击式 哪些是冲击式 啊 对于这些分类呢 如果有技巧的话 我建议是从我们的技巧入手 因为它出的是选择题 所以呀啊 我在二件上就给大家讲到了 反击式 反击什么呀 混粥习惯 而且呢 反就是咱们的饭 所以给出来的是我们的八宝粥 八宝粥啊 是什么呀 八宝粥不是好多混到一起的吗 对不对 啊 混粥习惯 混粥习惯啊 八宝粥不就是混到一起的吗 所以咱们是混 粥 混到混粥习惯 混就是咱们所说的八宝粥 混就是混粥习 粥就是轴粥习 习就是斜粥习 冠就是冠粥习 好 那我们知道这四个字了 还要什么呀 我说这个八宝粥是什么呀 是饭 那么这个八宝粥 你是不是可以倒出来呀 那么八宝粥是不是可以倒出来呀 那么既然八宝粥可以倒出来的 说明它有流动性 所以呢 所以都有这个流字 对非常棒啊 都有这个流字 那我们来看就是啊 混粥是轴粥是斜粥是冠粥是 都有这个流字 那么啊 你想到八宝粥 那么这些你就不会再错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啊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 理解不了 刚才我说的原理没有关系 你要去应对咱们的应识 那么八宝粥你还理解不了啊 刚才这个人跟我说 哎呀 我觉得 我觉得我理解不了 八宝粥理解不了吗 我这够够接地气了啊 好 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往下去看呢 还有咱们冲击式 冲击式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两个机 是斜机和双机 还有一个单独的水斗式 就OK了 从定义上去区分 它的原理 从我给出大家的接地气的小计较 去应对咱们选择题 OK 什么斜机式和双流式啊 我说了吗 反反反是流 对吧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关于分类 来讲这么多 来看第二个 关于水轮机的型号 对于这个水轮机的型号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因为水轮机的型号呢 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每一部分呢 用短横线这个杠去隔开的 我们来去看这三部分 具体是什么 我们的第一部分呢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第一部分 它是由汉语啊 汉语拼音字母 与阿拉伯数字组成 其中这个拼音字母呢 代表的水轮机的形式 阿拉伯数字呢 代表的是转轮型号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分为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水轮机的形式 对不对 第二部分呢 就是咱们的转轮型号 用的是笔转 转顺啊 这个第二主意 我们用的是笔转顺 这个笔转顺呢 它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它的转速是多少 那么水轮机呢 我们一般呢 是在这个水头为一米啊 我们是给出来水头一米 一千瓦的啊 一千瓦时 它的转速是多少啊 一米水头一千瓦啊 那么它的转速是多少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笔转速啊 它代表的是转流的转轮的型号 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啊 这个大主意 你看我们的汉语拼音的形式 比如说混流式啊 和温混乐流啊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轴流啊 轴流定讲式啊 等等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从我们的汉语拼音这个字 选出来就OK了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第一部分啊 比较简单 我们往下看第二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 是由两个汉语啊 汉语拼音字母组成的 分别表示的这个水轮机的主轴的布置形式 和水轮机的饮水式的特征 那么这两个呀表示的比较奇怪 对不对 那么怎么奇怪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表示方法 你就觉得不奇怪了 那么我们的主轴布置形式是什么呀 要么我们是利轴的 要么我们是什么呀 卧轴式的 所以是L和W 对吧 比较简单了吧 好 来看我们的盐水式的特征 我们盐水式的特征呢 要么是金属的窝壳 要么呢 就是咱们各种形式的 比如说什么红锡呀 树井啊 等这种形式 就是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什么 这个呢 让大家重点知道一下 那么就OK了 作为常识 我们重点让大家 我已经标出来了转连的信号 你要注意的 对吧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去看第三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纯的阿勒伯数 那么这个第三部分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第三部分呢 又是出现了一个数字 它代表的是转轮的标成直径 用的这个单位 要注意 我们用的是cm为单位 表示的这个水轮机的转动的标成直径 转轮的标成直径 所以出现了两个数字 一个代表的是转轮型号 我们用的比转速来走的 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数字呢 代表的就是咱们所说的转轮的标成直径 在我们转轮型号里边 你重点去区分的就是这两个字 这两个数字的含义就OK了 那么其他的呢 我们从他的缩写 什么HL啊 还有L是利轴啊 对不对 混流利轴 W呢 是卧式的呀 卧轴 这个呢 我们从字母的简写就可以划分出来 它相应的形式 重点去掌握的是数字的一个描述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水轮的型号 对吧 好 那么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混流式的啊 我们这个是HL20-LG500 表示的是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转轮型号 为什么呀 220的HL混流式 对不对 LG 那么L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利轴 那么G呢 这个G呢 就是基因金 所以是金属窝壳 那么这个500呢 代表的是500CM G要注意是500CM 这个呢 就是咱们给出来的关于水轮机型号 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我们在此是没有设过相应的题目的 但是是可以去设相应的题目的 尤其是针对于这个数字的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题目 看其中我给大家设到的题目都有哪些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呢 就是从定义上去区分相应的水轮机的形式 是什么啊 说这个水水流啊 从四周呢 扬这个镜向进入咱们这个转轮 然后呢 以近似轴向流出转轮 这个是什么机 这个是什么机 啊 这个呢 给出大家的是A 是不是 那么又有镜向 又有轴向 所以它是混流式 对吧 啊 那么混周习惯 好 那么混周习惯 这四个通称周较为 它是反击式的呢 还是冲击式的水轮机呢 出于什么 哎 反击式的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啊 它的一个分类 是吧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那么这道题选什么啊 仍然是用的是混流力轴金属涡轮啊 它金属涡轮 它的一个呃 型号 其中220代表的是什么 220代表什么 ABCD 1 对吧 20就说的是这个数字 这个呢 代表的是咱们的比转速 比转速呢 就表示了 是咱们的转轮型号 对吧 好 那么200呢 就是给出来的 是咱们的4D选项 也就是标称直径 而且它的单位是什么 单位是什么 谁又选了个D啊 嘿 真有人选D的呀 跳线顶啊 单位是CM 对 一定要去注意的这个情况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关于水轮机 给大家介绍的相关的考题以及内容